1914年6月28日 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夫妇 在塞尔维亚遇此身亡 随后在同盟国德国的怂恿下 奥匈帝国磨刀霍霍 随时准备向塞尔维亚宣战 法国不愿意自己 在塞尔维亚的利益受到影响 于是拉拢有同样诉求的俄国 一起对抗德奥同盟 但此时的俄国内忧外患 他会接招吗 俄国的举动 又会引发德国什么样的反应 为什么短短七天时间 欧洲局部战争的雪球越滚越大 最终演变成了世界大战 历史学者石伟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系列节目第四集 选边战队起战端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前面讲到 奥匈帝国皇储遇刺之后 起初世界各国都没有当回事 甚至就连皇储的叔叔 奥匈帝国老皇帝也想旧坡下驴 大事化小 可偏偏半路上杀出一个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 逼着奥匈帝国去找塞尔维亚算账 奥匈帝国的宫廷里 因为有了铁杆盟友 德国的撑腰 主战派最终赢得了主导权 7月23日 遇刺事件发生了25天之后 奥匈帝国正式向塞尔维亚 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个通牒的内容 包括让塞尔维亚立即逮捕 与刺客有密切关系的政府官员 同时承认自己图谋分裂 奥匈帝国领土的阴谋 还要限期取缔 国内一切敌视奥匈帝国的 出版物和组织 总之呢 是要镇压一切 让奥匈帝国不高兴的民族运动 此外啊 还要在官员中展开大清洗 凡是反对奥匈帝国的人 无论是官员还是平民 一律要开除出政府和军队 够狠的吧 最狠的还在后面 最后啊 奥匈帝国还生怕塞尔维亚 一口气全答应下来 又赶紧加了几条 奥匈官员有权在塞尔维亚境内 针对暗杀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同时要求塞方限期三天内 立即答复 塞尔维亚眼看着自己要大祸临头了 列强呢 却都是不闻不问 这心里头也量了半价 表示啊 除了最后一条 而双方需要在商量商量之外 其他的条款全部都能接受 为什么就这最后一条不能够答应呢 奥匈官员有权在塞尔维亚境内 展开独立调查 这条看似啊 并不是很齐雅啊 但是啊 这条危害却极大 因为一旦答应了这条的话 那么上至王室高官 下至平民百姓 理论上就都在人家的独立执法权的范围之内了 想抓谁就抓谁 想去哪就去哪 这和王国还有什么区别吗 但是啊 就算这条内容非常无理 可是呢 塞尔维亚也没改硬碰硬的驳回 而是想呢 再商量修改一下 他们想的是啊 尽量满足奥匈那边的要求 等人家抓够了人 出够了气 这风波不就能过去了吗 可是啊 奥匈帝国那边 等的就是塞尔维亚嘴里 说出来的这个步子 哪有商量的余地啊 奥匈军队马上进入了战争动员阶段 准备入侵塞尔维亚 眼看一场战争是在所难免 和平是命悬一线 塞尔维亚自己肯定是 挡不住奥匈和德国的强力打击的 千军一发之际啊 法国是第一个反应了过来的国家 为什么呢 盟友要是让对头 黑不提白不提的给灭了 以后我法兰西的面子还往哪搁呢 可是啊 前一阵子靠外交卧行 稍稍嘴皮的就可以制止危机的机会 这个法国是彻底给搓过去了 现在呢是需要用硬实力来说话的时候了 普恩加莱啊明显的有心无力 为什么呢 因为法国的现状 他比谁都清楚 自从啊1870年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也就是德国打败被迫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 两块领土 这四十多年以来啊 法国人啊是天天嘴上吵着要到德国报仇 但是呢 军事建设上却几乎啊什么都没有干 德法边境要塞上的大炮还都是四十年以前的老古董 野战部队呢 口径最大的火炮才75毫米 而且啊数量还严重不足 就这样 怎么和边境对面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开战呢 法国怎么会这样呢 按理说啊 德法两国山水相连 文化相近 实力也相近 军事实力怎么会差那么多呢 其实啊 这都是法国的政治制度导致的 议员和官员们上台前 爱国口号喊的比谁都想 可上台之后呢 却只顾着争权夺利 这加强军备的事儿 向来都是前人灾数 后人乘粮 只有几年任期的议员和长官们 谁有这个闲心情呢 所以啊 轮到需要用实力说话的时候了 法国总统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能去忽悠别人来帮忙 谁能够帮法国这个忙呢 别说还真有 谁啊 沙皇俄国 大家都知道 俄国是地域辽阔 领土2000多万平方公里 人口呢 1.4个亿 与法国关系亲 和英国关系铁 而沙皇尼古拉二世呢 十年四十六岁 年夫李强 又是德国皇帝 威廉二世的表弟兼表妹夫 所以啊 你看看 俄国 要人有人 要枪有枪 要关系有关系 软件硬件一样不缺啊 这几层关系放在那儿 谁要是想打巴尔干的主意啊 首先要掂量一下俄国的态度 还有一点啊 塞尔维亚所处的东南欧地区 是俄国一直垂涎三尺的宝地 为这个俄国和土耳其 以及澳兄帝国都没少闹别扭 不仅如此 俄国沙皇啊 还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 努力向西方看齐 挤入西方主流社会 因此啊 历代沙皇对插手欧洲事务 特别是充当西方国家的打手 这种身份设定啊 很感兴趣 一度呢 以欧洲宪兵而著称 欧洲哪个国家又闹革命了 给沙皇报个信 马上哥萨克骑兵就开过来了 事后啊 也不要你钱 也不要你地儿 给个好评就行 法国为了保护本国 在塞尔维亚的利益 拉拢俄国一起 阻止澳兄帝国 入侵塞尔维亚 而俄国为了保持 在塞尔维亚的利益和影响力 也强烈反对澳兄帝国动武 但是澳兄帝国的背后 是实力强大的德国 尼古拉二世 与德皇威廉二世 又是表兄弟 若直接阻拦 势必导致与德国反目成仇 面对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尼古拉二世会怎么做 法俄本想联手 阻止局势进一步恶化 结果却是加速了战争爆发 这是为什么 历史学者石伟继续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系列节目第四集 选边战队起战端 但法国总统没想到 他千算万算 唯独算错了一条 此俄国非比俄国 此沙皇更非比沙皇 这沙皇尼古拉二世 他的作风 跟他的表兄 也就是德皇威廉二世 截然相反 威廉二世的作风是什么呢 特点就是用力过猛 这尼古拉二世呢 是不知道怎么使劲 所以他继位以来 官僚集团以无能著称 社会治安呢 以动荡著称 对外战争呢 以失败著称 把个俄国搞得内忧外患 这尼古拉二世 既然这么不称职 当年是怎么走上 这个沙皇宝座的呢 其实啊 不仅他自己 没想当这个沙皇 就连他爹都认为 自己的儿子 不是这块料 所以尼古拉二世的父亲 一开始就没准备 传位给这个儿子 为什么呢 因为啊 觉得这个孩子呀 性格太娘了 所以啊 尼古拉二世 从小到大 一直享受的 都是快乐教育 想玩啥呢 就玩啥 随便玩 但是治国理政这一块 对不起 皇上说了 没给您开这门课 就这么着 一直晃荡到1894年 这他都二十六了 父亲亚历山大三世 没来得及安排继承人呢 突然得疾病 去世了 按照皇位继承序列 尼古拉二世 正好是第一个 这事要放别人身上 高兴还来不及呢 可尼古拉二世啊 死活不肯积位 哭哭啼啼地说 自己没有做好准备 不知道怎么 去跟大臣们打交道 不仅他是这个样子 连他妈 也是这么认为 皇后啊 逢人面说 我儿子不是当沙皇的料啊 按照俄国的宫廷传统 每位王子 都要担任一支 禁卫军的名义指挥官 尼古拉二世也一样 他手下的一票军官 眼看着自己上司 到手的皇冠 要被别人抢了去了 自己这些年的拼命表现 都要打水漂了 他们急眼了 于是啊 一干人等 装束整齐 合枪实弹 冲进攻去 不管尼古拉二世 愿不愿意 都强行将他 推上了沙皇的宝座 按官吏啊 新任沙皇和皇后 要与广大群众见面 同时呢 组织盛大的游园活动 皇室呢 还要免费 向民众派发啤酒和礼物 人们听说啊 与虎辈熊腰的老沙皇不同 这个新沙皇啊 是个性格温柔的小个子 而他的德国新娘呢 则比他高一头 乍一倍 这将可百年不遇啊 于是啊 几十万人早早地 就赶到了现场 等着看新沙皇 和他的德国新娘 等着畅饮皇家的美酒 结果 典礼刚开始没多久 不知道谁乱喊一声 啤酒不够了 大家一听这话 后面拼命往前挤 前面的不顾卫兵的阻挠 也一起往前用 结果 好端端一个登基典礼 变成了血淋淋的惨货 官方统计啊 有两千人 在这次踩踏事故中丧生 几万人受伤 这场惨货的死亡记录 要到九年之后 才能够打破 而新记录的创造者 仍然是这位尼古拉二世 这尼古拉二世啊 能力不行 但胃口很大 本事不大呢 但野心很大 1904年 他借着中国国力灿弱之机 想从中国手中啊 抢走东北地区 于是呢 就加紧了对中国东北的 渗透和控制 这又引起了另一个强盗 日本的不满 于是啊 1904年 俄国和日本 在中国东北大大出手 这就是著名的日俄战争 两个强盗 在别国的领土上打仗 杀人放火 世界舆论呢 对此却置若罔闻 反而啊 像疯狂的赌徒一样 纷纷压宝下注 赌桌边上 大家一致认为 尼古拉二世啊 这次应定了 而且是以大欺小 简直是不像话 可结果呢 尼古拉二世的海军陆军 却在战争中双双惨败 太平洋舰队 波罗地海舰队 两大海军主力 全军覆没 俄国被迫放弃 在远东的扩张计划 消息传出后 俄国一下子炸了窝啊 全国爆发了 三千多起群体型事件 前线战败 老北京心里有气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可尼古拉二世呢 只会派兵镇压 镇压过程中 死伤者的数量 甚至超过了战争中的伤亡 事后啊 仅被判流放的就有五万多人 尼古拉二世呢 也由此成为 手中沾满子民鲜血 最多的沙皇 不仅是水平能力不行 尼古拉二世啊 还有一个软肋 太顾佳 这要是放在普通人身上啊 那是美德呀 但是在一国安危 寄于一身的帝王身上 那就是不折不扣的缺点了 尼古拉二世夫妇啊 夫妻俩都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 外孙子外孙女 属于啊 近亲结婚 所以他们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皇储 遗传了外祖母那边 带过来的血友病 而且是最可怕的 甲型血友病 这病啊 传男不传女 其实就是 凝血酶分泌失调 平时没事 可就是不要受外伤 一旦受了伤 那就是很难止住血 第一次啊 就是1905年 日俄战争那会儿 俄国和日本 正在那死掐呢 这小王子啊病倒了 眼看着小皇储 因为摔了个跟头 弄成了内出血 御医啊 却束手无策 一家人倒过了半天 也不见好转 皇后这哭啊 沙皇这急啊 朝政 战争都懒得理了 就在夫妇二人 心急如焚的时候 皇后的一个闺蜜 凑上前来小声说 听说成礼 新来了一个神僧 殿下您要不要试一试啊 正是这个贵妇 多的这句话 从此打开了 罗曼诺夫王朝的 毁灭之门 半个小时后 一个长胡子的游方僧 坐在了皇储的卧榻边 微笑着对皇储说 不要害怕 一切疼痛都会消失的 第二天啊 奇迹竟然真的发生了 小皇储头部的血块 彻底消失了 皇室一家 重新恢复了 往日的安详与温馨 沙皇夫妇满怀欣喜地 招待了上帝 送给他们的这个神医 拉斯普京 这是历史传奇人物 妖僧拉斯普京的第一次亮相 日后啊 小皇储一次一次地犯命 拉斯普京呢 一次次地手道病除 皇后对他的信任 也是与日俱增啊 仗着有皇后撑腰 拉斯普京逐渐开始 全亲朝野 只要是谁和他喝酒喝好了 马上就能够得到任命 上至内阁大臣 下至各省省长 无论对方是阿猫阿狗 想当什么官 几乎都是他 一句话的事 这个不信苍生信鬼神啊 这个中国古代历史上 司空见惯的一幕 在沙俄的宫廷内外 也屡屡上演 1905年的日俄战争 1908年奥匈对波黑的 直接吞并 1912年的巴尔勘战争 每一个年份啊 都像是俄罗斯帝国的 重要节点 皇储的病情呢 也都如期发作 而每一个节点来临的时候呢 拉斯普京都会在 沙皇一家精神崩溃之前 神兵天降 救下皇储的小命 因此沙皇一家 对拉斯普京是奉若神人啊 但另一面呢 则是国运的江河日下 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 社会矛盾计划 国内政务被拉斯普京 搞得乌烟瘴气 对外扩张道路上 也是频频受挫 1905年日俄战争失败后 俄国将战略重心放回欧洲 在欧洲 俄国与奥匈帝国 明争暗斗 关系紧张 1908年 奥匈帝国仗着德国的支持 直接吞并了波黑 影响了俄国的利益 让俄国非常恼火 七年之后 奥匈帝国又想借着皇储被杀的 与塞尔维亚开战 在这种情况下 尼古拉二世会怎么做呢 1914年的多事之下 小皇储又因血有病 卧床不起了 眼看着奥匈帝国 要对塞尔维亚动手了 关键时刻 拉斯普京总算是姗姗雷池 化解了帝国的危机 心头是了 在法国总统的提醒下 尼古拉二世终于想起 塞尔维亚的事来了 但此时啊 已经错过了外交干预的最佳时机 7月28日 萨拉肉窝刺杀事件 发生一个月之后 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怂恿下 以塞尔维亚没有接受 最后通牒为由 向塞尔维亚宣战 此时啊 留给沙俄的转环余地 非常有限 要么彻底放弃 巴尔干的盟友 任由 奥匈帝国去分割 屠杀 要么呢 不惜一战 连本带立地挽回帝国 昔日的荣耀 沙皇这儿还犹豫着呢 这边法国总统啊 就拍着胸脯 向他保证了 只要你吓唬吓唬 德国和奥匈帝国啊 就不敢拿塞尔维亚 怎么样 万一就算开战了 你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 我法兰西 大不列颠 肯定会做你的铁杆盟友 沙皇跟手下的将军们一和解啊 大家也一致认为 现在我大俄国 兵强马壮 正是向德国开战的好时机啊 大家还生怕沙皇质疑 纷纷摆事实 讲道理 列数据 俄国现在每年三分之一的收入 都用来装备军队 此外呢 每年还新增部队58万人 今每年新增的部队数量 就相当于奥匈帝国军队的总和 在总参谋部展示的军队建设清单上 俄军呢 总实力已接近300万人 这还不包括同等数量的预备艺军人 除此之外呢 将军们还满怀信心地认为 以往影响俄军战斗力的运输问题 补给问题 通讯问题等等 都已经得到了解决 法国的技术 英国的投资 以让俄军战备能力 扳倒超车 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军官们都是相依此 向皇帝证明啊 战争之初 如果亲力一击的话 俄军完全可以 在德国的东普鲁市 取得辉煌的战果 或者逼德国谈判 或者呢 继续挥师西进 都是沙皇您一句话的事 内阁文官们也支持这一主张 半个多世纪以来 沙皇俄国啊 在战场上啊 就是孔夫子搬家 竟是输了 特别是陛下您继位以来 连日本我们都打不过了 所以啊 国内太需要一场胜利 来挽回民心世界了 况且 这场战争 我们沙皇俄国 肯定也不会是 一个人在战斗啊 在遥远的法国 在英迪里海峡的对面 在巴尔干半岛 到处都有我们俄国的盟友啊 俄军所需要的 就是向西向西 直到柏林 重现帝国 昔日的荣光 法国极力游说俄国 加入对付奥匈帝国 与德国的阵营 而俄国国内 也是主战情绪高涨 他们自信爆棚 认为不但能轻松 击败奥匈帝国 甚至打败德国 也不在话下 那么接下来 沙皇尼古拉二世 会如何抉择 德国对于他的举动 又会有什么反应 为什么短短一周时间内 欧洲大国都被卷入了 这场搅动世界的战火中 历史学者石伟 继续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系列节目 第四集 选边战队起战端 在文武百官的忽悠下 沙皇腰杆子也值了 在7月28日到30日之间 他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通了整整一天半的电报 这哥俩分别作为 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的老板 摊牌谈判 谈的什么呢 表哥说 你要敢出兵 我就总动员 表弟说 你要动员 我也动员 表哥又说了 你不动员 我就不动员 表弟接着表态 你先保证不动员 我才不动员 瞧瞧 简直就是绕口令啊 在近两天的时间里啊 沙皇一边通过电报 和表哥讨价还价 一边呢 则和总参谋长扯着皮 总参谋长 极力劝说沙皇 签署总动员令 认为啊 这是唯一一个 能够遏制战争的机会 他告诉沙皇 只要我们总动员了 德国啊 他就不敢动了 而只要德国不动了 奥匈帝国 针对塞尔维亚的报复 不就可以避免了吗 而且 不就是一纸动员令吗 只要吓住了敌人 咱取消掉 不就可以了吗 在文武大臣们的 花言巧语之下 尼古兰二世 终于下了决心啊 在动员令上 签下了他的大名 其实啊 俄军总参谋长 是耍了一个滑头的 他欺负沙皇啊 受教育程度不高 军事素养有限 让尼古拉二世呢 误以为 这个动员令 想搞就搞 不想搞了 就取消掉就可以了 但其实啊 在当时那个年代 动员令不谦则已 一旦签字生效 就等于啊 战争已经爆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动员令一下 时间要长达数月之久 更涉及到全国方方面面 光军队就几百万人 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 都要进入到 战时的体制当中去 都那会儿了 你想要再停住 会造成多么严重的 社会混乱呢 所以啊 无论是德国 或是沙皇俄国 一旦签署了动员令 成百上千万的大军 就等于变成了杀人机器 必须要有足够的鲜血 和生命 才能够喂饱 根本就不存在 以总动员 来遏制敌人的空间 就这样 1914年7月28日 奥兄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 48小时后 7月30日 俄国也发布了 全国动员令 两天后的8月1日 德国呢 向俄国宣战 一对表兄弟 终于反目成仇了 但这并不是 德皇威廉二世想要的 他的目标啊 并不只是俄国 重点呢 是法国和英国 但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啊 别看忽悠俄国很卖力 轮到自己了 很鸡贼 不坑事 想来一个预防相争 但德国呢 偏不给他们这个机会 德国声称啊 我们德国 跟沙皇俄国开战了 法国呢 想保持中立的话 必须要把 反尔登等两座 重要的要塞 交给我们德国 当作 法国中立的抵押品 对于法国来说啊 交出反尔登 等于呢 我们中国明清两朝 交出伤害官一样 这相当于 让人拿着刺刀 顶住了你的喉咙啊 可能吗 法国拒绝德国的要求后 德国向法国宣战 8月4日 为了从侧义入侵法国 德国武装入侵了 中立的比利时 比利时啊 对德国宣战 同一天呢 为了给比利时出头呢 英国呢 也向德国宣战 就这样 欧洲的主要国家 除了德国战前的盟友 意大利 和态度尚不明朗的 土耳其 暂时保持中立外 其他国家两周之内 纷纷战队完毕 第一次世界大战 正式爆发 气势汹汹的德军 开始了他们在西线 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 但是啊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德军打出的第一季重拳 却砸在了铁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下期接着讲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法律讲堂 咱们下期再见 1914年的7月底8月初 由于奥匈帝国皇储 遇刺事件的不断发酵 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德军意图取到 中立国比利时进攻法国 激起比利时的强烈反对 并在烈日要塞 痛击德军 此后 比利时又是如何陷入 国家沦陷的灾难之中的 下期节目中 时尾将为您讲述 一战风云第五集 德法开战 比利时遭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